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欣 今天 將日本現在推出了一個全新的 透明奶茶 它之前是有透明的檸檬紅茶 然後還有透明的優格水 然後現在推出了一個全新的 今天我會搭配全聯的 彩色椅食珍珠 來開箱做成一個透明的珍珠奶茶 那我們就去煮水吧 均勻攪拌30秒 好了水倒掉了 現在要來加入我們的主角 透明奶茶 它聞起來真的是奶茶的味道欸 超帥的 它真的是奶茶欸 它有點超出我的期待值以上 因為它這邊有寫天然水 所以我本來以為它是 有奶茶風味的水 沒想到它這個喝起來是奶茶欸 而且是沒有那麼甜的奶茶 哇好厲害喔 日本人真的是沒有極限 太奇怪了 因為它有一個微微的草的味道 就是薄荷嗎?涼涼的味道 我現在把它加到我珍珠裡面 太帥了 透明的珍珠奶茶 先來喝一口 真的就是珍珠奶茶本人欸 太厲害了 如果蒙眼測試的話 你真的會以為它就是一瓶奶茶 但拿下來是不是它是透明的欸 但是當然沒有比一般正常的奶茶還好喝啊 所以你如果想嘗試的話 你可以去試試看 但如果你真的只想喝奶茶 就不用買這個 透明珍奶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介紹跟分享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買來試試看 那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可以按一下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沒有唱